氧气是地球万物维持生命的根本所在 但你知道吗 对于26亿年前的生物来讲 氧气的出现反而变成了它们的灾难 在那时 地球大气中的主要气体为甲烷 是由大量的单细胞生物 通过新陈代性所释放出来的 它们非常依赖这种无氧的环境 但直到藻类生物的大量出现 世界开始发生了变化 与甲烷生物不同 藻类生物吸收光能 用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能量 释放出来的是氧气 氧气在当时就如同有毒的废气般 开始污移地球 这使甲烷生物无法适应 久而久之 甲烷也被氧化 大气中的含氧量开始大量增加 最终甲烷生物走向灭绝 这就是地球史最重要的大氧化世界 同时 因为大气失去了甲烷的保暖质 地球也正是迎来了 求生中最漫长的一次大零期 持续时间长达三亿年 最严重时 整个地球都完全被冰锁覆盖 站在寒冷而干燥的地表 你或许只能看到狂风肆虐 一片雪白的景象 如果不是地下或火山活动附近 为生命提供的避难所 原始生物都可能彻底灭绝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地球上的生命形势 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